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国宝及文物埋藏在这里 这些清华词的主人又有着怎样的身份 高安圆青花博物馆 2015年7月正式开馆 它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独有的一座 以原青花命名的专题性博物馆 博物馆内展出的原代清华词和又里红都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它们的完整度很高 在世界原青花收藏界都享有盛誉 为什么在高安市会出现那么多国宝级的文物 这些精美的词迹背后又有着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时间回到1980年的11月 时任高安市博物馆馆长的刘玉黑正准备去县政府开会 当他刚跨进县政府的大院就被人拦了下来 简单的交谈过后 刘玉黑得知 江西第二电机场在打地机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文物 需要马上过去确认 到时候就留个门工 留个门工就要除机脚 除了发现地下又逃出 我就带着六个人 带着六个人就到了现场上 来到现场后的刘玉黑 先找到了江西第二电机场的周书记了解情况 接着刘玉黑挤入人群 来到了发现文物的地点 经过刘玉黑等人的协调 现场得到了控制 就在这时 当时博物馆的考古队队长熊林 也来到了现场 时间到了下午三点多 刘玉黑请求周书记 接线通电 连夜突击 清理发掘 抢救文物 当时的博物馆和考古队的人 并不多 为了赶进度 现场还叫了几位工人一起 在考古队长熊林的指导下 参与发掘 就在那个墙子 有那个锄头一锄 就锄在那个碗 上面再挖火 这碗全部是盘 洗到这些东西盘到的 再挖一点 当发掘到核心区域的时候 刘玉黑等人 小心翼翼地 用考古发掘杵 慢慢地揭开 窖藏周围的泥土 随着时间的流逝 刘玉黑等人终于看清了 教内的情况 教学顶端 距地表1.6米 教学整体呈圆形 比较规整 直径1.3米 高度0.8米 教学内整齐堆放着 一批瓷器 和少量铜铁器 按瓶罐盘碗 分类重叠放置 薄胎的小建器物 则放在罐内 教学顶端覆盖着嬉皮 以腐蚀成残片 考古队员按出土文物的先后 将教藏里面的文物 一件一件地取出 编号登记 大家忘记整夜工作的疲劳 没有人看过手表 不知不觉中 感到了天亮 当时还有几位工人 也一起干到了天亮 收拾完现场 他们还要继续工作 早上就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马上要吃早餐 我们还是上工地 到这里也住宿 就是这样子 这次的发掘 收获了整整六箱的文物 工作人员一人一筐 兴高采烈 精神饱满地 把文物运回了博物馆 当时的刘玉黑 虽然已从事文物工作13年了 但一般接触的都是革命文物 对其他历史文物还刚入门 鉴定技术缺乏 加上这次是抢救性发掘 省里的文物鉴定专家 还没赶到 刘玉黑和熊林 只得自己动手 他们一方面清理文物表面泥土 一方面查找资料 经过几天的整理 这次教藏总共发现了 244件文物 其中磁器239件 铜器四件 铁器一件 刘玉黑和熊林 父亲地想知道 这些文物的历史价值 和研究的意义 又经过了三天的整理 鉴别 他们有了惊人的发现 当时的高安市博物馆考古队长熊林 指着文献图片给刘玉黑看 他觉得这次发掘的这些瓷器里 有许多件原代青花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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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原代青花词 那这次发掘将震惊世界 身为博物馆馆长的刘玉黑 立即决定 把文物放入仓库 严加保密 加强防范 在当时国内还没有完全开始 对原代青花词的研究 这次的发现在原青花研究领域 将是一次画时代的事件 那么 为什么原青花会引起如此的重视 它有着什么样的来历 原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期 结束了此前宋、金 长期对质分裂的局面 为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创造了条件 原潮对外贸易也迅速发展 这使得包括瓷器在内的外贸商品 需求量激增 给瓷叶生产的发展 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在陶瓷工艺上 元代人更是独书一致 开创了青花词 这一绚丽的艺术形式 虽然元青花的产出 到现在已经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全世界对于元青花的研究 却也只有六十年左右的时间 最早研究元青花的 应该是英国的一个博士 叫波普 他根据英国博物馆收藏 一对制政瓶 因为这个名文上明确写的是 制政十一年 所以他根据这对瓶子的特点 他总结了一些 元青花之所以文明事迹 还有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的数量稀少 有人说全世界只有大约四百件 也有说大概三百件的 更有人统计 国内存世的元青花 约一百四十件 无论数字怎么变化 但可以肯定 元青花的存世数量是一个谜 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存世珍宝 高度分散 踪迹难寻 其实我们统计 全世界也说的 开过好几次研讨会 专家认为 元青花是存世量是四百多件 是指的大件器物 小件器物就难以统计了 原代青花瓷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当时器物上的绘画 笔式飞动 气势磐礴 整体效果阔绰大气 给人不拘小节的直观感受 当时的工匠用笔纯属 所绘图案挥洒自如 一气呵成 呈现出一种浑厚而又雅致的神韵 那么元青花这些艺术成就 又是如何一步步 呈现到大众视野的呢 这种神秘的美丽 为何经久不衰 青花指的是瓷器 在进行彩绘装饰时 使用古土矿提炼而成的 着色剂 经过人工烧制 原来的暗墨微蓝色 转化成优雅柔润的蓝翠色 这种蓝白相间的彩绘瓷器 具有色彩明晰 橙色稳定的特点 人们称为青花 青花瓷又称白地蓝花瓷 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 原始青花瓷在唐宋 就开始小范围使用了 成熟的青花瓷 则出现在元代景德镇 古德镇啊 在五代产生了成熟的青白瓷 特别是这种青白瓷 但是到宋代以后成为鼎盛 成为中国当时的六大谣戏中的 一大民谣了 另外到了元代以后 刚才又产生了青花瓷器 是吧 青白瓷器是景德镇的力争之词 但是青花瓷器呢 是景德镇的力都之词 因为真正的元建华 是景德镇走向世界 那么古人为什么把蓝色称为青色 古代汉语中 青即电青为青色颜料 蓝即了蓝 是一种可以提炼颜料的草 电青是从辽蓝里提炼出来的 但是颜色比辽蓝更深 正如古文荀子劝学所言 青取之于蓝而轻于蓝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任何物品的出现在历史上 都会有一个明晰的发展脉络 然而元清花却并非这样 即便专家们搜遍古籍 寻遍瓷器之都景德镇 最后也会惊奇地发现 这种瓷器有如从天而降一般 落到地面便是工艺成熟 大放异彩 人清花身上所呈现的蓝白色 并非中国民众传统喜爱的色彩 换句话说 它如同上天自语的宝物 在中国陶瓷史上 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现象 我国陶瓷学一代宗师陈万里先生 便将元清花的起源 列为中国瓷器史上 十五大难题之一 当时元代的清花 我们实际上还没有 在中国找到国产的清花料 主要使用的是进口的清料 一个是清料的 是把流传到景德镇来 这是有一个过程 再一个呢 要跟景德镇的清白实际结合 而且使用彩绘技术结合 这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不是那么容易产生的 要有相当的条件 我们说既有技术条件 又当然人文社会条件 特别是丝绸之路在元代的 这个文化交流的发展 这个作为背景 元清花的颜料 主要来源于进口的苏玛里青 这是一种产于古波斯一代的 矿物质古料 它的颜色鲜艳 纯正 大方 具有立体感强的特点 在元代治政年间 苏玛里青被发现 并被引入中国 成为了元清花的重要颜料来源 元清花的烧制成功 不仅代表了当时 制死工艺的最高水平 也为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 开辟了新的道路 那么这次高安市出土的这些瓷器中 究竟有多少件元代清花瓷 它们又是如何被认定为 国家一级文物的 刘玉黑和雄林 在整理汇总了近一年的资料后 于1981年9月 向当时的江西省文化厅和国家文物局 汇报了这次发掘 米兼国家传出药 我现场上美国就汇报了 来了我就到白天前来 到白天到的电报厂 你看过吗 说 tony 中国右门的路头后装家 电报厂 他看到我走掉以后 就不得了 这原情话 中国人是不关的 不过有些 有些青蛙骨 还有小蛙骨 这有些 这不得的过程 这种过程 同年的十月 六十多位北京的文物考古专家 相继来到了高安市博物馆 当他们看到一大批 保存完好的元代青花 又里红瓷 陈列在橱窗的时候 震惊地停住了前进的步伐 专家们仔细端详 品鉴着面前的元代青花词 包括我们景德镇的 陶瓷馆的专家 像黄一鹏 欧阳士兵 等等 李慧忠 当时的专家都已经 接触到元青花了 所以他们看到高安教堂以后 就马上已经知道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信息马上就 已经交流到了 高安博物馆的专业轮延 经过当时国家文物局专家署 几个月的反复鉴别 从造型特征 图案文饰 用料特点等多方面考量 比较了同时期 南京和回等地 出土的元代瓷器 最后认定了 此次高安发掘的 239件瓷器里 有19件元青花 和4件右里红 这些都为国家一级文物 其他各类瓷器中 有198件均为国家二级文物 这个认定也得到了 当时文物鉴定专家 耿宝昌先生的肯定 他还为高安市博物馆 亲笔写下了 国之瑰宝四个词 目前世界上 一只收藏元青花最多的 是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 拥有40件 紧随其后的是 伊朗的阿特比尔清真寺 收藏32件 这次从高安市博物馆 被认定的 19件元青花的数量上来看 这里将是世界上 第三大元青花收藏地 高安市也将成为 举世主墓的焦点 1949年以后 我们国内的考古学家 才逐渐地关注 元代青花的时期了 特别是要到高安元代 较长地发现 才真正形成一个 一个关注的乐点 就在大家都未发现 那么多国宝激动的时候 一个陌生人 来到了高安市博物馆 敲开了刘玉黑馆长 办公室的门 根据刘馆长的回忆 那是个午后 一位中年男子 来到办公室找他 当时刘玉黑就请他进来 从交流中得知 这位中年男子 也是江西第二电机场的工人 家住在高安市上湖乡珠湖村 前不久回家探望妻儿 刚好在挖墙机时 出土了一件东西 送来博物馆鉴定一下 经过详细的交流 刘玉黑打开男子 带来的物品进行鉴定 发现这是一件 卵白柚云雁纹印花大碗 内壁上部磨印云雁纹两组 分别与福入二字相隔 由于经过了几个月的 查找资料印证 刘玉黑对元代子气 已有了初步的认识 眼前这件印有福禄二字的 卵白柚云雁纹印花大碗 和这次较藏出土的 大批卵白柚 青白柚瓷器相似 都是景德镇官府要烧制的 高档宫廷用词 刘玉黑继续对来人进行了保护文物的宣传教育公诉 鼓励他送文物上门的行动是正确的 政府会给予一定的奖励 经过一番思考 中年男子倒出了文物的原委 原来他是江西第二电机场的工人 11月29日下午2点多 他听说有人挖到了东西 便到工地上看 然后趁大家不注意 在教藏上面拿走了这只大碗 后来听说博物馆这边 发现了很多国宝级文物 就想着过来碰碰运气 至此 这次发掘的瓷器教藏 一件不漏地归属了国家 瓷器数量也增值240件 这次高安教藏发现的这批原青画 还有一个非常难得的特点 就是整体器物的完整性很高 这件是高安教藏出土的 云龙纹兽尔闲环盖罐 盖罐造型素雅庄重 高大雄魂 瘦瘦贴素于罐身 右色白中闪清 幼稚淫润 文氏繁密多达12层 繁而有序 极花色泽苍脆浓艳 鸡料处有结晶斑 文氏优美 运比有力 在国内外原青花中属于佳品 值得一提的是 该器物连包钮青花花脉 在高温氧化作用下 一笔绘画的青花呈现清脆 清灰两种色差 极其罕见 当时我盖罐还是有的 不是说都有 但是它关键还带盖子 是很少的 你看高安教藏这一批 大部分还是带盖 没品 你看六件都带盖 三个盖罐都带盖 这个是在其他的 因为盖子很容易遗失 或者说摔破 所以我们发现 元代的瓷器里面带盖的 保留元章盖的非常少 这是高安教藏很独特的地方 大部分都还保留了气盖 与元代其他品种瓷器的 造型风格一样 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 具有硕大 宝满 魂元等时代特点 给人以庄重 雄伟 古朴的视觉感受 元青花瓷器的图案文式 布局繁密 层次丰富 构图严谨 主次分明 在瓶 罐等灼气上 主要采用横向带状分布的形式 布置纹饰 一般均有五六个或七八个层次 具有元代鲜明的时代特征 高安这批东西大件器物还是比较多 比如六个带盖的煤瓶 是吧 还有两个鱼藻纹的盖子 底下是龙纹的这种罐子 还有一个兽耳罐 这都属于大件器物 它的纹饰层次也是比较多 然后这个构图也是比较饱满 基本不留什么空地 这些器型纹路 和当时中原地区的传统工艺品 有着很大差异 本土的居民其实用得很少 那么为什么这些蓝白风格的瓷器 会在元代大量生产呢 就是元代的文献 有一个叫汪大渊的 他写过一本《导移之略》 这本书是专门描写 他就是去很多国家之后 回来他写的一个记录 就记录了中国 与44个国家和地区 有过贸易往来 有过瓷器的交易 其中青花瓷器我们看有15处 所以说从文献记载上看 也是这样 中国这个瓷道各地的这个瓷器 青花也是一项很重要的 青花和青柚瓷器 这两项是外瓷的主力 应该说是 所以说元清花一开始的出现 就和外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根据资料记载 最早喜欢蓝白色风格器物的民族 大多数在波斯 土耳其一带 他们的建筑风格就运用了这种颜色搭配 在元代繁荣的对外贸易中 为了迎合当时的外贸市场 景德镇的匠人们结合本土工艺 创造出了这些美丽的瑰宝 这次高安发现的这批轿藏珠 还有一些更为举世瞩目的器物 这类器型被称为幼里红 和元清花不同的是 幼里红无论在国内 还是世界上都是极其稀少的瓷器 其价值更是无法估量 虚指可数的 像我们故宫博物院 大英博物馆 还有保定教堂 现在应该在河北博物院 这几件都是最经典的 清花幼里红在一件器物上的 那为什么幼里红这类的瓷器 会更为稀少 幼里红之所以少 它这个烧烧难度要比清花大 这个清花经过1300度左右高温烧制 它成色比较稳定 然后烧出来之后 那个颜色比较艳丽 幼里红它在烧制过程中 这种元素它很活跃 它有的时候就烧的就没了 所以我们看有的时候 画幼里红的痕迹还在 但是大家俗话讲 景德镇的时候讲烧飞了 就这红在高温下 它已经挥发掉了 就没完全烧成 而且这个清花和幼里红 放在一起烧能烧至成功 清花发色 映蓝然后幼里红发色 能够达到红色 这就更难了 所以说这传世的这几件 清花幼里红是 真是很难得的珍品 高安原清花博物馆内 这一件件精美的器物 依旧静静地摆放在那里 他们的创造者将清花的优雅 与元代艺术的豪放相结合 使每一件瓷器 都成为了一段历史的注解 让我们在欣赏 这些精美瓷器的同时 感受历史的厚重 体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尽管高安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对这批元代清花瓷器 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但是背后的主人仍然是一个名 这批教藏的主人究竟是谁 为何将如此珍贵的文物 埋藏在高安 这所看似普通的小城 随着研究的深入 考古队员们或许 能够揭开这个谜团 让历史再次呈现在我们眼前 感谢观看